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 今天我會在馬六甲 到馬六甲在一個地方看風水 這間屋 很多人曾經說過一間屋 掛紅燈爐 其實紅燈爐那天我已經說過 最重要是家裡不要單掛一顆紅燈爐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客人 一時我去到家裡 他們很喜歡在走廊掛紅燈爐 在神桌上掛紅燈爐 又不一樣的說法 所以盡量避免不要掛紅燈爐 紅燈爐是沒有問題的 掛紅燈爐來說 如果在家裡的走廊 飯廳單獨一個或是廚房或是房間裡 就是盡量避免不要去回照陰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紅燈爐一開了之後 外面那些阿飄 甚至乎那些髒東西 路過經過的時候 去見到紅燈爐會有很多原因 除非房間有陰氣 磁場不好 或是主人家雲數低 亦會朝夜到這樣的情形發生 所以我們一時不知道的人 有個紅燈爐和一個燈光在那裡 家裡有個光陽 走路不會跌倒 而且更容易看到一些東西 這樣盡量避免 看風水裡的倫理學來說 我看了差不多有三十六年了 這樣三十幾年裡 我已經有超過了差不多 一千多到二千多人 家中間掛紅燈爐 甚至香港、美國、意大利、羅馬、澳洲、越南、錦布寨、遼國 這樣和馬來西亞、沙巴、薩拉瓦 有些人不明白就掛紅燈爐 這樣令家裡很多事情吵吵鬧鬧的發生 導致家人不和 在這間屋裡有其中一個因素 好 因為這樣他們 左查、右查 查來查去 包括文神 都搞不定 為何家裡經常會吵鬧 為何解決不了 一見面就吵鬧 一見面就要打架 一見面就反面無情 為何為了少少 一些這樣的問題 而搞到家庭不和 子女都不和同理 為何 尤其是兩夫妻 反目成仇 甚至家庭成員 有些頂不住的 小朋友、小朋友、子女 都寧願搬出家出面 都不回家 為何甚至嚴重 會和你脫離關體 是否真是紅燈爐 是否真是恐怖 是否真是那麼厲害 其實燈爐 燈爐有很多種類 燈爐是華人傳統的習俗 帶給我們吉祥 你明白嗎 亦可以擋殺 所以這間屋 掛了四顆燈爐 四顆燈爐的形態 家庭也會掛了一種燈爐 一間屋掛了兩個紅燈爐 是很正常的 拿大畫面去 收到嗎 看到嗎 看到嗎 因為這裡的地方 燈爐比較一時的善友 一時的羨慕 而且這裡很暗 所以可能燈爐的方面 不太好 大意來講 你掛了紅燈爐 很多人不是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解釋 為何要掛了這樣的燈爐 會導致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說幾燈 家中間室內 盡量避免掛一個紅燈爐 如果過年的時候 掛了很多紫燈爐 即是紅包袋 有很多人傳統都是 用釘夾來夾 你們可以掛 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說的一單燈爐 就是有一顆燈泡在那裡 燈泡在那裡 開了晚上開了燈泡 只是一顆紅燈爐 就盡量避免不耐 有些人說 我家放了幾十年 我又不見有阿飄 我又不見有鬼 這件事是見人見知的 有些信息的東西 或者一時的東西 我們另一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我們不是叫迷信 真的有些人說 這個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降頭 你們說 是否有降頭 很多人說沒有的 有些人說有的 在世界上 宗教是很多 你可以相信有神在處 有主在處 甚麼都好 甚麼宗教都好 有神當然有鬼 有鬼當然有神 是看你怎樣去對待 怎樣去看法 現在是科學的時代 有很多靈異的東西 是正式 科學是無法解釋的 在西方國家都一樣 洋人都相信有靈異 有鬼怪的出現 你們都看新聞 看網上 都看到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跟人說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外星人 有沒有生物存在 有沒有飛碟的存在 在大三空間有沒有 有些飛機飛了 失蹤了 失亂了 幾十年又出現 在蘇聯那裡 你們有沒有看這些新聞 是有 但我們不知道 有些人知道半解 這個世界上無奇不有 無奇不無 今天我們來到 我們看到四個燈籠 有些人家是掛四個燈籠 如果你掛了四個燈籠 尤其是我們最怕的 就是走馬燈 走馬燈在我們中國傳統的範圍 是非常成行的 是非常流行的 這個叫走馬燈 我拿著一部機 因為我的攝影哥哥 這個人比較小顆 但是光線不太好 這個就是走馬燈 一開燈的時候 它裡面會轉 這個會轉 這些會轉 裡面會轉 這裡就是一個 這裡一個 所以說 這裡是圓的 我走出來看看 我拍給大家看 現在是我開機 這裡一顆 後面又一顆 看不看到 整個範圍 一共是四顆燈籠 我們最怕的是走馬燈 如果普通來說 你家裏放兩隻走馬燈 是可以的 是沒有影響到的 如果是四顆來說 就會影響到會有 即是二顆燈 會不會被燕 可以放走馬燈 每人都可以放 不會惹桃花 不會惹難桃花 惹桃花 難桃花 是因各人的問題 放錯 會導致意見不合 偏見多 意見多 煩惱多 錢財無 吵架 大家面對面見到 就好像我殺了你老爸 你殺了我老母 你知不知 很誇張 所以這間屋 哪間屋都一樣 你們的紅燈籠可以掛 沒問題 但千萬不要掛四個紅燈籠 尤其是兩種燈籠是不一樣的 導致家人的意見 偏見很多 問題多多 甚至睡覺也好 都會吵架 吃飯也好 飯碗會丟在地上打爆 而嚇到年輕人 都不知所好怎樣做 所以大家要明白 紅燈籠的東西 如果是說走馬燈 壞了之後 它不會轉 你們又千萬要換掉它 如果是說放四顆燈籠來說 不好 就意見很重要多 日日吵架 日日頂鏡 你們永遠都沒有錯過 所以你們不要家中那麼多問題 尤其是不想要父母 甚至兩夫妻那麼多問題 你們可以掛一對紅燈籠就算了 簡簡單單 甚至有些人說 我不掛了 那就最好不過 因為我和大家分享過 燈籠是神廟必然要掛的紅燈籠 很正常 還有會館 工會 回所 還有很多高樓大廈 甚至乎落到我們民間住家 都很多人掛燈籠 是一個二頭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掛了四顆燈籠來說 會導致家人意見不合 尤其放在邊皮來說 冷氣縮壓機 看到沒有 兩部 他不斷開著 走一尾轉 是現代的八卦風水 就像風小八刀一樣 就會導致影響到家人的營傷 和破了的錢財和流財 和意見會不合 一吵夜吵 不知道為甚麼 甚至一時會影響到其中一個成員 一早就出門 寧願不回家 夠時間夠點就回家 睡覺就算了 甚至會影響到帶來的野花和桃花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如果大家不明白 就要留意 所以走馬燈來說 每個人亦是可以放 不會惹桃花 但如果說壞了之後 就會惹桃花 因為走馬燈在我們以前唐朝 明朝時 已經有了 走馬燈 通常走馬燈是甚麼地方掛多 你們知道嗎 寄院 你明白嗎 那些一定是掛走馬燈 因為通常他們拿走馬燈是落了法 叫師傅 叫大師落了法 走馬燈在轉 有些八仙 有些吉星 有些三星 富露仇 富露仇 有些財星 去轉 有些是百子圖 八個雲才同子 有些五位雲才同子 知時華之 就在走馬燈裏面 不斷 阿哥哥請幫我拆開燈 拆開一下 麻煩你 所以我跟大家說 因為現在太高了 不如我拆一顆下來 我拆一顆下來 所以你們要知道 以前我落法之後 那些妓院就一定掛在門口 和去院的裏面 拆個粒 你們明白嗎 所以招離客人不要讓他停 日美在那裡花錢 扔錢叫姑娘 我們現代社會沒辦法叫女 謝謝 燈籠拆了下來了 裡面有個公仔 公仔 有個福字看不見得到 有個童子有個財神 財星 沒讓我說錯了 近時看不見得到太高 有個財神福祿仇 抱著小朋友 這裡有一個字 招財進步 這裡有一個童子 運財童子兩個看不見得到 看得很清楚 這就是酒馬燈 有些是用木做的 這些是用塑膠做的 招財進步 但在酒馬燈 在我們中國傳統的歷史是很盛行的 掛在家是非常開心的 所以酒馬燈 所以酒馬燈對我們來說 掛在家是否可以 是可以的 千萬不要壞 而且掛一對是可以的 但通常來說 我給你們意見 放這種圓的燈籠比較好 所以大家要明白 酒馬燈有些人放了是非常不錯 但我們做生意 尤其是做偏門的朋友來說 煙檔、大檔、賭檔 那些場合來說 以前中國大陸是很流行用酒馬燈 大家要明白 所以酒馬燈來說 你放了酒馬燈 又放了紅燈籠 即是 這個圓的一隊 酒馬燈的一隊變了四隻 就會導致家人意見不合 意見不合來了之後 就埋怨、就積怨、就有仇恨 搞到一時很不爽 我們福建人叫什麼 炸裂 福建人叫做固爛 因為我又不懂福建話 就搞到其中一方 敢敢出去找一個男人 或者一個女人 都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怕我們害怕 可能會 所以酒馬燈來說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千萬不要放四盞燈籠 只可以放一對燈籠 那麼紅燈籠仔可以放沒有 就盡量都是可以放的 那些是大靈 沒有問題 但是這些同燈籠仔是可以放的 是可以的 但是燈籠大隻 超大那些就大 你放了酒馬燈 就會影響到是是非非 連你家人和你們都意見不合 所以你們不想去吵架 不想去頂頸 盡量 就不要放四盞燈籠 這樣過年很多人很流行 前面擺了燈籠十幾隻 廳油擺了十幾隻 掛了十幾隻 隨方掛十幾隻 行不行 可以 沒有問題 但是過了一年你們就盡量拆下來 有些喜歡美觀 希望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明白嗎 家裏掛多少燈籠 開心也好 過了一年我們就拆掉 因為過了十五 因為我們在馬倫西亞醫樹 通常過年我們都是初一到十五 十五日 十六我們全部過年都拆掉 有些人正式過年在大陸 過年是過一個月的 大家很清楚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我 所以我一定會做功課 哈哈哈哈 其實有些粉絲搞鬼噩 師傅你有沒有做功課 當然有做 死蠢 不做是怎樣跟你說 你沒有做到功課 你又不要說鬼噩 不要弄弄我 收不收到 開心也好 所以你們記得 這些走馬燈通常我們都不要 我不敢要 為甚麼 因為走這個摩托 一邊走一邊轉 開來去懷 去修理就可以再用過 但燈籠如果掛得久 你偶爾清理一下 新年那時一定要換新 如果擺了六個月之後 很骯髒 很骯髒 你不介意 你就拆下來 或者買一個新的 放上去 都是可以 但有些人問 紅燈籠 或者是怎樣 要不要開光的 燈籠不需要開光 即使走馬燈來說 別人放在風月場所夜場 那些就要下飯 朝夜到客人來 混混凳凳 即是溫溫凳凳 一美出錢洗錢 那老闆就賺大錢 你們明白嗎 所以很重要 所以每一間店舖做生意 你們掛的飾物 會幫助你的生意 影響很大 不過如果是掛得不對 放得不對的東西 會亦帶來很多問題 令到你消化不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因爲因時間的問題來説 我在馬六甲 可能會突流一兩天 我看完風水 我解完降頭 這樣有很多東西 解決了 我就可能沒有幫你們民事 因爲很多馬六甲朋友 一味想見我民事 因爲時間的影響 我要去借B 這樣明天晚上或者後天 我已經會在座科馬六甲 在借B 在借B我應該會見客 當我的廣告登出來時 你們盡快聯絡劉小姐 聯絡到我跟你有緣 聯絡不到 我們的緣暫時未到 下次再結緣 因爲我在座科會看很多屋 幫你們指點你的屋 不愛裝修程礦之下 要怎樣破殺和化解 我會教你們 神位有沒有錯位 我會跟你們說 你們明白嗎? 其實有些人問 神桌上那麼大 地主的位置 口是否不可以大 大個大臣 地主不要那麼迫窄 口位不要那麼迫窄 有些人買古董神桌 上面是平面的 下面是一個吉 很闊位的 沒有跪土 這樣醫院是可以的 在中國傳統來說 神態是有千變萬化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好 這樣下來 我們今天說到這裏 到時我會去馬六甲 一個地方 一個村莊 會拍一間屋給你看 就是說 兵住在那樹 半夜 留夜都被捧出來 捧出來不是一個人 是有幾個兵 都被捧出來 是不是真的那麼猛 到時我帶大家看一看 好嗎 好 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裏 下次我們再見 我們借B見 借B之後 我會在借B 在那單電機 直接開車去關單 我亦會見關單的朋友 如果關單的朋友想見我 你留意我的面子書 以及借B的朋友 今天有很多人打電話來 所以我要記住 我們有緣一定會見到面 如果你的家裏有甚麼問題 有些古靈精怪 有些降頭的解不出 或者神位有沒有錯位 或者你的家裏的顏色 是否有錯 影響到你的生活 以及財運 以及經常有很多吵架 都是很多問題 我都會幫你去化解 而不用裝修 好嗎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裏為止 記得 走馬燈 沒有立戀 掛架 壞了就要扔掉 不要繼續掛下去 收不收到 千萬不要掛四個燈籠 不然會導致家人 大大小小 都要異見不和 異見不合 包你 日日頂頸吵架 你明白嗎 所以要記得 拜拜